可以刷又有卡 笑死 他好像前面就有接過 倒置正起進 完全沒想到其他東西也壞掉 乍欄瞬間軟腳從機器噴出 硬身砸在車上 最後整根掉在地上 這一幕空氣突然安靜 所有人嚇到說不出話 乍欄與機器分離 呈現90度就卡在保險桿前 所有車一度被困在場內 莫名其妙前面一個人才剛過而已 啪一聲很大聲 然後又砸到車子 所以車上的人都有嚇到 桿子的靠近它軸心的地方 是有膠帶粘的痕跡的 應該是短過 這樣為什麼不修一修 這一閘車主陳先生好心疼 因為這台休旅車才買三年 把它當寶貝在維護 如今停個車 車頭留下好幾道刮痕 敲到它是冒進去上到底漆的 然後就是更換掉的話 就是一萬五一萬六這樣 對方公司主管來看說 他覺得整個換掉不合理 他問我說能不能去他們配合的外場保養的考期這樣 我就跟他說我不要 因為我是無緣故被砸到的 實際回到事發地 就在台北不外特區內的這一個停車場 仔細觀察 現在過了一個多月 乍欄已經修好 但是卻被控訴遲遲沒有給出賠償 整起事件發生在5月29號 陳先生和家人相約過母親節把車停在這 但等啊等端午節都過了賠償呢 我以為是繳完錢要出場被砸到 我又不是說沒付錢 然後拖這麼久 然後一點想要處理機器的感覺都沒有 對此我們實際聯繫停車場總公司 截稿前尚未回憶 但這軟腳一幕錄得清楚 車主要求停車場業者得負起責任 等新聞黎稍玉彭新美在台北報導